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 一开始我提到 当两千年前耶稣在哥哥他 在加略山上被钉的时候 加略山上那个时候有几个十字架 三个 一个在耶稣左边 一个在耶稣右边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三种人 一个是正中间的 耶稣基督人类的救赎主 他钉的十字架 另外一个在他左边 一个在他右边 我们知道有一个犯人 当天得救了 对不对 因为他谦卑地求主耶稣纪念他 在德国降临的时候也纪念他 主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 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另外一个是在嘲笑耶稣 到死他都不肯接受耶稣 他都不肯相信耶稣 圣经上告诉我们十字架 我们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它就代表那些没有得救 受咒诅被审判的 将来要受勇火审判 要沉沦的一般的人 所以在加略山上 让我们看见了三桌十字架 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 当然中间的这个基督的十字架 是跟其他两个是没得比的 虽然并列了三个 但是中间的这座十字架 那是太伟大的 太神圣的 太超越的 也是充满能力的一个十字架 因为就在那里 这个伟大的事情发生了 伟大的事情发生了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